看前点个赞,把麻都说办 看完留个眼,起码撞五年 唉,我不知道你们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选一凶的时候觉得来得及 就是上了个厕所,结果一回来 哎呦妈呀,系统都帮你寻好了 两个法师这下坑爹了 还是王者二十星的排位赛 但是,呵呵,就是这个阴差阳错 今天我就顺便带大家了解一下 这个打野诸葛亮 是的,打野诸葛,敢在王者局这么猛啊 我想估计也只有一心想掉分的人才会这么做 可是长不荒了,咱是谁 诸葛猫 还好我的队友并没有责怪于我 如果换作是我,碰到这种乱来的队友 我可能心态就已经崩溃了 话说,当大家碰到这种乱行英雄的队友的时候 你们会怎么做 顺便说一下,诸葛打野是可以的 但是前期必须要有辅助的帮忙 不然,等你说二一关,谎话菜都凉了 不管是打野诸葛还是中单诸葛 大家都要注意一点,那就是,熟 是的,在你还没无敌之前,你尽量都熟着 碰到打架让队友第一个上 你看,这种情况就非常的好 连波承受了猪葛的大部分伤害 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然后,看到残血的一定不能发过 因为咱们就是残血收割机 报复的好时机 经过这一波,咱们已经回到流油了 所以接下来 嘿嘿嘿嘿 注意时刻查看小地图 可以看到,羽姬和蓝帘王碰面的大仗一触即发 迅速支援,直接贴脸吃饭一技能 保证可以最完整的刷出被动 再接一个二技能贴身结束 然后一个大招 Goodbye 而后继续主杀军葵 还是一样的贴脸 只不过我想不到的是 我的伤害这么爆炸 大招拆干点,他就隔屁了 于是乎大招就自动锁定在了迦罗身上 哎,亏大了 火慌 在等一波二技能的新低时 我们来贴着迦罗走 给出致命的一击 这一套沙沙简直是心流水 正龙虽然起趴 但是咱的实力并不弱 打野诸葛的出装其实跟平时都差不多 打野刀,鞋子,吸血书 极寒风暴,虚无法将退跃等等 重点就是 前进能熟者熟 在没有机会的情况下 老老实实的熟着吧 一旦被你逮到发育起来的机会 嘿嘿嘿 你就会像我这样 无限的超成下去 简直就是可以让敌方高皮 见者伤心 稳者落泪啊 当然,后期肯定不能像我这样太飘 这里我明明是有机会逃跑的 可是我觉得 不能打五个 不,不能打十个 然后就直接更屁了 重点是 差一丢丢 差一丢丢就被一波了 简直就是 稍有不胜 慢慢结束了 好,后期咱猪狗猫凭借着自己出色的滑龟 和无与伦比的实力 一直将这里所发的错误给活生生的弥补了 成功地夹了一颗星星 嘿嘿嘿